美國的困局是結構性的意欺騙雲難逃 有人覺得我對美國面臨的困境然之過甚 區區只比一年G.D.P.多一點的國債,一點不順多 普通家庭借錢買樓時,債務上高達幾年的家庭收入 又不見了這麼多錢的家庭必然破產 大部分借錢買樓的家庭最終可以還清安揭 是因為他們能夠兩日為出 且不再繼續借更多的錢 但美國能夠兩日為出嗎?要就得家序殺福利 但這樣的方案難獲國會支持 因為大多數議員拍頭了贊成票之後 下次選舉會失去選民的支持 這是所有民主國家都沒法逃得出的困局 再者,美國現時的很多開支 並非順時為了解決眼前與將來的問題 而是前朝政府帶下來的 現屬政府是沒法改變的 譬如前朝政府欠下的債務 不還本也得還息 如果違約,信用就會破產 以後想借就不再那麼容易 此外,美國的公務員退休金 之前的政府是沒有作撥備的 現屆政府得用今天的收入 去為以退休的公務員付退休金 美國的人口有老化趨勢 新出社會工作的人會減少 這不負擔,新政府會感到越來越吃重 再者,美國做慣了全球老大 想慣了霸權紅利 所以必須維持自己全球最強的地位 軍事開支能加不能減 有需要的話,還得東徵西土 去教訓那些不肯順從美國意志的邪惡國家 兼而面對中國的崛起 美國不得不進一步增加在軍事上的開支 身負者摩重者沒法削減的開支 已農到近年的美國政府連進行本土的基本建設都資源不足 不要說新項目沒法獲得撥款 連例常的抗市維修也沒錢之負 導致意外貧生 這叫美國的生產力怎可以不被拖累 如果美國指示政府的財政出問題還好 指人民間的財政健康、實體經濟有活力 人民若果肯勒緊複頭去支持政府的話 花多幾年的時間 事不難協助政府稱還債務的 問題是民間一樣債台高速 泡沫易達爆破邊緣 美國的問題時分配不公平 一比九十九的情況嚴重 普羅大眾從工作上得到的報酬 長期追不上資本家的投資收益 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的觀察 結果資本家有過剩的投資能力 民間他缺乏足夠的有效需求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 美國用可因斯的方法 透過鼓勵隻蟹去增加消費 這個方法短期旅行有效 但如果廣大民眾在收入分配上沒有實質的增長 借錢消費的最終結果是愈借愈多 永遠沒法清還 現時 美國民眾大多數在銀行裡只有欠款 沒有存款 不少人可能連二千美元的現金也抽不出 所以一遇到天災人和 皆沒有自救能力 非依賴政府施以援手不可 此之所以 今次新官肺炎施藥 政府需要動用的救市資金 動接所謂萬億美元計 美國於今天這樣的境況 要跳出負面的惡性循環 實不容易 可以 好 辛苦 緊張 在此 pers 運氣